微软开放Windows应用商店 允许亚马逊等第三方开设电中店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9月29日消息 微软公司周二表示 将允许亚马逊 iPKidense以及其他公司在其Windows应用商店中 整合他们的应用商店 为第三方开发者提供更多选择 微软还表示 当应用管理他们自己的应用内购买系统时 微软不会从应用开发者收入中抽成 相比之下 iP正和苹果公司对付公堂 苹果在许多App Store购买交易上 抽取15%至30%的抽成 这受到了开发者的批评